那个师傅再给看一下那个 93年我那个双猫他儿子 他今年想申请就是来那个澳大利亚那个上学 他是学上课的 大概他选了几个一个是悉尼的大学 一个是那个什么墨尔本的 哦 但墨尔本的好像比较好一点 嗯 墨尔本的比较容易批准呢 哦 是 他昨天晚上倒是那个在那个观音堂 他问菩萨了 说大概是那个在哪个地方调和学哪个科 他学的上科学哪个专业更好一些就是 他好像是 好像跟数据 那个数据他说的 数据应该跟上科有关系 对 好好的让他学吧 孩子要进步要努力 到了海外不学佛的话别让孩子出来 出来了之后这里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吃喝嫖赌全是合法的 是啊 听得懂吗 他们主要是前17年前年来说不是那个师父今天那两个烧包太男孩 那那个什么我想让他过来到师父身边来 啊 没关系的一步一步吧都可以先出来再说吧 嗯 嗯好嘞好嘞好嘞 嗯那个师父那我们家那个 嗯 我的那个还我开始开始我那个还注意什么 因为我可能有没有什么就是经常奴隶薄斌的生活 好吧要经常爱众生 不要太自私 菩萨一定会帮助你爱你的 明白了吗 对 真的是一直很慈悲我们 是啊 对啊 好了 是 好了 嗯 好了 感恩师父 再见